原来我活了这么久 搞半天我是机器人 原来你是机器人 对,难怪肚子都是油 是这样吗 大家好,我是VC 好久不见 哈喽,我是DJ 我也好久不见 我们两个都超久没录音了 话说这个礼拜 我们被抬起了 我们放大假 这个礼拜就中秋节了 说到中秋节 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案例分享 什么,这么快哦 会不会转太硬了 唯独,我告诉你 唯独这个礼拜不会 因为我们是礼拜四的晚间上架新的Podcast 所以我在猜大家应该隔天就放点假 想赶快听一听 然后就去睡觉 应该是一下班就可以夜冲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车上听这一集 哦,好主意 那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等第一个案例了 我们动作要加快 好,我们第一个案例呢 立刻带大家来看吃的 这一则是虾皮购物的贴文 那它其实有点老梗的啦 老实说虾皮 它就是用我们常常会看到的 它叫什么东西啊 就证明你不是机器人 所以它会放一堆很像的照片 然后让你跳出来 然后虾皮它这一次放的就是 像是烤熟的香肠啊 鱿鱼啊,美生菜啊 它士气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每一题都没有办法打出来 所以我觉得原来我活了这么久 搞半天我是机器人 原来你是机器人 对,难怪肚子都是油 是这样吗 那我也是机器人 我打开看到全部颜色都一样 然后我看到第三张就觉得颜色疲劳 我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而且它说一题都没有打出来的人 今年买食材就不用指望它 太好了你知道吗 我就不用买食材 不用出钱 我就负责吃就好了 而且吃我就会再制造油嘛 然后这就是机器人的食物 就循环 然后就是不论怎么打 都是机器人验证这样子 对,所以食材就交给你买了 我就负责吃 好,但其实我在看这一则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等着 它后面的几张照片 会不会混入奇怪的东西 就之前我们有时候看一些 类似的创意贴文 它就会在中间混杂一个 跟那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的 像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案例 是我们分享 它贴了一堆企鹅的照片 然后但是其中一只企鹅 就很明显不是企鹅 我忘记是什么 不知道是鸭子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混入奇怪的东西 这次我在看 就是虾皮这一篇的时候 一开始一直在想说 它会不会等一下 就会混入奇怪的东西 但结果也还好 我觉得的话 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更有趣一点 其实奇怪的东西 就是那个女朋友啊 电话截图 有,但是跟我讲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一张是各种各样的 小编应该回去 就等着法规算盘吧 好,好可怜哦 那说到中秋年假 除了吃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出去玩 然后出去玩的话 就住宿超重要 然后现在不是大家都习惯在那个 那个什么booking上面 或者是在那个goda上面订房嘛 然后就顶一顶就看到 这个礼拜要分享另外一则 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如果你出去玩 住到这个宿舍 住到这个旅馆 我觉得应该会傻眼吧 这个其实我看不太出来 我从他的照片看不太出来 这家旅馆到底是在哪里 但是它是一个树人分享的 然后他拍了很多照片 是这一间旅馆里面的装潢 但是这一间旅馆里面的装潢 很不一样 不是说它多美 而是感觉好像有声音 所以就算你一个人入住的话 可能也会感觉到 有人在你旁边那种感觉 不是那种模型 是因为它放了很多的标语在里面 是 比如说它到处都贴了什么 干净会愉快 然后它但是它真的保持得很干净 像那个餐厅 地上都可以看到打光的痕迹 就整个是反射的 超强的 而且 这个po文的作者 他说请大家猜猜老板是什么星座 其实我猜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处女座 因为处女座应该没有办法 比如说你看它那个字句啊 都不太一样 然后贴的字也没有正 而且那个颜色啊 也不是很美观 就是不太符合处女座的感觉 对 我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应该不会是处女座 因为这每一个 就是它贴的每一张照片 几乎都达到处女座的强迫症 然后我在看它第一张贴图 写那个干净会愉快的时候 我在想说是怎样 就是七月半刚过 是要干净什么 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 它还蛮厉害的啦 就是我有特别把它这个里面的字 拿去喂Google 但我还没找出来 所以我今天没有什么时间去 去Google 很详细的Google 但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真的打造 它真的就是呈现出两点 完美的示范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身处在一个 资讯爆炸的时代 因为这个素人贴的每一张照片 它里面的那个标语 各式各样的标语 贴满整个旅馆内部建筑物 生怕你漏掉任何一条资讯 但其实我觉得资讯量太多了 所以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 脑筋有点被塞爆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 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 就是它是试图要打造一个 淫乏友善的时代 因为老实说 它给的所有的标语 然后标凯题 然后还有用色 然后还有呈现出来的版型风格 都很像长辈图上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长辈应该会觉得蛮友善的 而且它其实还蛮贴心的 大部分都有双鱼 所以它也炒着双鱼饭店的目标迈进 好 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最贴心的是 它出口的那些标志 对我来说最有用就是那些出口标志 它的出口标志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完全对路持友善 对 我看它的照片的时候觉得 它的确是需要把出口 就是各项标识都标识的蛮清楚的 因为我觉得它看它的内部装潢 这走廊的结构的确是蛮容易迷路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也有什么温泉区 然后什么游戏区等等之类的 然后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有一些上下楼的出口或入口 它只有单向 它是单行道而已 它有规定大家 这一座楼梯就是只能往下走 不能往上走 然后说往上走会出现很严重的意外 要自己负责 我就看完以后觉得到底会出什么意外 好想查出来这间饭店是什么 然后去订房走走看 你试试看 然后你再回来跟我讲 像有人说蛮像水瓶座的 我也觉得可能有可能 因为我有一个水瓶座的朋友也是这么奇葩 我水瓶座就像讲会不会被骂 水瓶座就外星人 请留下五星的评价 然后看你要骂什么都OK 所以我觉得下一次要出去玩的时候 我可能真的会花时间找一下 看这间那个 它题目就是有声音的白宫 看这间白宫到底在哪 好想知道 可是据说 它外面是真的有很漂亮 可以直接通到沙滩 所以我搞不好知道是哪一间 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再丢到我们IG上面来 好 免费工商一下 对免费工商一下太经典 好 中秋节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啦 就是你除了出去玩之外 然后我在想应该也是有一些异地 有在异地打拼的游子 没办法回家 然后我就问其中一个朋友 他说他今年就是中秋节 连假还要排班所以回不去 那台北应该特别多 那我就觉得台北 收到台北特别多 游子啊 台北不是有很多那个租屋社团吗 然后都说台北区大不易 所以就是今天的那个第三个案例 刚好就找到这个 我觉得很经典 他是在社群上面 有被分享出来的案例 然后是台北女子图件 然后是假租乌针宣传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follow最近 贵伦美要上远的一出信息 然后他就是演一个 就是单身女子 然后要在异乡打拼 然后要 他是自己一个人嘛 然后他就用了这个剧的一个人设设定 然后在台北的租屋 FB的社团 贴了一则我想租屋 然后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 我觉得在贴文的这一个 不管是小编也好 或者是他们这个剧组的人员也好 真的有达到台北租屋的一个痛点 就是他的预算啊 是要在台北市的闹区 然后4000块一个月 要租在台北市的闹区的套房 然后我觉得完全有达到那个点 因为如果大家有 稍微关注一下 FB的租屋社房 然后有社团 尤其是在台北 但你会发现 4000元要租台北市闹区 市中心的套房 你就是出来被人家喷而已 所以的确一开始 对 那不可能 那10年前就要双倍了 8000块了吧 10年前就不值了 所以我觉得他 他这个有点故意 但是我觉得有造成效果 然后所以下面一开始 的确有蛮多人在喷 但是后来马上就有人发现说 他贴着照片 就是租屋照片 是桂轮美的照片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是星系 所以强烈怀疑 它就是一个星系的宣传 然后只是利用地区性的这个 很热门的社团来推这个星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操作 其实还蛮成功的 但另外一方面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有 只是我个人比较观察 觉得有趣的一点 就是台北 刚才说的那个台北租屋的 FB社团的文化 大家都有被打到痛点 这样子 不过他下面其实 有些人在说 其实这样的行销操作 在国外还蛮常见 就是为这一个人 然后另外再多增设一些人设 而且他会更细腻 譬如说他可能真的会找到 他的IG啊 或是他之前 有在其他地方发文过 那我有想到一个 石敬秀 就我之前有看过一个 叫Nothan Virgil 我忘记中文的翻译叫什么了 不过他这个节目啊 其实跟行销人也有点关系 他的节目的主持人啊 他自称是什么什么商业大学 就是什么什么商业学系毕业的 然后他在他节目的最前面 都会秀出他的成绩单 然后他说 他因为是从这个学校的商学系毕业的 所以他想要为大家解决 行销上面的问题等等的 但是呢 他秀出来的成绩 其实就蛮惨的 大概是B减啊 C之类的 就是你看就觉得 真的要找你吗 他就是用这么闹的方式 然后去想出一些很奇怪的点子 然后帮一些商家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 那其实他很多点子 其实都蛮烂的 真的蛮烂的 但是有几集是蛮成功的 而且我一开始其实很怀疑 他其实是预录好的节目 但是没有想到 可能真的是部分是实景吧 因为他其中有一集比较成功的是 他去帮一间动物园推销 然后呢 他想的是要让这个动物园爆红 所以他们就让剧组啊 去设局 让一只猪去拯救一只 在动物园里面溺水的小羊 他整个是设局过后的 而且里面是有那种潜水的人员 然后帮这一只小猪游泳之类的 就是完全是设局 然后连录下这一只影片的人 他们都有想到说要让他看起来不找痕迹 所以他连这个影片怎么样去录 然后让谁去录 他都有非常缜密的规划 然后呢 我本来想说 他该不就是这个节目的效果吧 可是没有想到 他在这个节目 实际节目播出之前 他就把这一只影片 做好这只假的影片放到YT上面 而且超多人相信这是真的 然后超多人转发 所以他后来实际节目播出来说 哦 这个影片受到爆红 就是真的 所以这只挺有让我想到 哦 天啊 这其实如果他真的要做成这样的话 是真的有办法比这个更细腻 对 现在蛮多戏剧 其实台剧也只是没有到那么细腻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连他的一些社群都帮他开好 然后之前就开始有做发文啊 然后有做一些互动 变成好像是一个真的人在上面 然后也顺便工赏一下 刚才VC说的这部片中文叫做 救援高手 它是2013年的剧 对 然后有四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 但我必须跟大家说 其实他真的有一些蛮糟糕的 蛮闹的 蛮糟糕的 而且有一些触碰到那种 很没有办法让人接受的点 所以我没有建议大家很认真去看 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说的 其实有几集他其实还不错啦 而且就是前面还蛮好笑的 这样 但是我没有要退这部的意思 因为他实在是太那个了 好 稍微大家不要去看 我就蛮有意思 真的不要太认真 我没有要退这部戏的意思 好 好 不挂保证 对 那刚才说到在那个YT爆红 其实YT现在除了很多 他原本的就是行销的方式 大家已经很习惯的 比较长的影片 他现在也在力推他自己的show 就是短影片 YT自己的短影片 然后YT短影片出来之后 我自己啦 在follow了几个台湾的YouTuber 他们现在也都开始有在固定更新 不一定是比方说周根 或者是一周两根啊 三根之类的 但是就是开始有在更新YT的shorts这样子 然后我在想 大家应该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YT的shorts 字幕会被挡住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的确也有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YTshorts为什么会被挡住 那这个案例的解法呢 是由志祺七七 他自己拍了一支短影片 然后来解 解这个解法 那他是怎么解的 我就不爆雷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 志祺七七看他的那个shorts 里面 他shorts还不多啦 所以就是你在里面 就可以看到有一集是 YTshorts字幕为什么会被挡住 我看完之后就觉得 原来解法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解法这么简单的同时 又是 好了 你不可能去要求大家去调整 这个设定 把字幕自动露出来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是年纪大的人才会调整成那样是吧 对 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就已经讲出来了 好了 我没有讲调整成那样 详细的解法还是可以自己去看 志祺七七的短影片 那我这个在讲说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其实干脆不要上字幕嘛 反正你是短影片 短影片也就是短短 大概就是二三十秒左右的内容 然后所以其实大家也不是听不懂中文 二三十秒就是看一看就刷过去 所以可能也不必这么麻烦这样 但是感觉好像跟台湾人的习惯就不太一样 其实下面有留言提到说台湾人 或者是中文的使用者都是会习惯看字 因为中文它是象形文字 所以我们看字的速度其实比声音的速度还快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他是上班偷看的不能开声音 是 这个不止短影片啦 这个之前我们的案例分享里面 其实也有分享过 就是说为什么在台湾大家喜欢 我觉得这真的是文化 台湾的文化 就像你不只是上班 我们平常在捷运公司上面也会看影片 那要不然就是戴着耳机 要不然就是调整静音 不想打扰到隔壁的人 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在大众运输上面啊 或者是在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 不要去打扰到旁边的人 所以字幕这一点可能对这个帮助就蛮大的 所以这样一讲 感觉也真的是文化 是文化的关系 也许他不要用CC字幕吧 就可以直接内签在影片里面那种字幕 就会有那个问题 也许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比较高纲一点啦 就是要上字幕这件事情 那就让思琪七七去烦恼咯 好我们不要烦恼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他那么龟毛 龟毛两个字要收回 不然话会被他讲 做到台湾 我们其实外星上面也会上我们的podcast 对 但是而且我们的字幕就是很随性 我们就是用机器产生的产生上去 然后有时候 他就产生的字幕很奇葩 但我们也没有想要改 对我们也没有想要改的意思 如果大家想要上班的时候偷听一下的话 可以用那个YouTube去看 但是应该会笑死吧 对应该会笑死 但是再强调一次 我们也没有要改这个字幕的意思 对 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知道了 所以这个才是最佳解啦 就是你一方面还是有提供字幕 但是字幕就随便提供 不用花太多心力上去 然后大家就会去看 然后至于就是内容到底是什么话 就是边看字幕边猜 这样就对了 很好 对 就是请follow我们 我们就是证捷 对 然后刚才说到台湾人的习惯 我就跟你讲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一直在 二创或者是再定义披萨这件事情 你有发现吗 从一开始披萨啪出来 我每次看到新的披萨 我那群朋友圈 就会 很故意 把新的披萨口味的照片 贴给我们意大利的朋友 然后我们意大利的朋友 每次都会骂张话 是真的骂张话吗 对 很怒哦 对啊 所以我在看到这一则案例的时候 他在讲说 就是他是Tino's Pizza Cafe 推出的 就是提诺意大利披萨 推出的一个新口味 但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 是在于他搭配了一个 很不一样的嫦娥 比起直接来说 他是 该怎么说呢 就是他用一个对话的形式 然后上面有嫦娥啊 但是是大厂的那个嫦娥 然后要推他们的披萨 所以还有一张披萨的照片 可是啊 他对话的内容啊 如果大家有在追恶师兄的话 其实他对话的内容 会让我想要恶师兄 就超呛的 这嫦娥根本 根本不是什么 吃了炸药 不是内脏戏吧 是什么 呛暴戏之类的 超呛 比如说他说什么 乳胃胎的东西 不可以出现在在披萨上 然后嫦娥就回他 你都可以出生了 还有什么不可以 对 然后说这披萨不正常 他说你也没多正常 你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对 他说什么 我男朋友说他从来没看过 像我这么喜欢内脏的 然后嫦娥回他 那你就换个看过的男朋友吧 对 我觉得他那个嫦娥的嫦 用大嫦嫦 很经典 而且很画龙点珠的感觉 因为他这就是大嫦的披萨吧 然后只是我觉得 还是没有超越基佛披萨 基佛那个真的太经典了 这个看起来反而还蛮好吃的 所以应该是 对 所以应该是 没有东西能够超越基佛披萨 但我觉得台语关系 应该是没救了啦 不管之后出现什么披萨 他们已经完全呈现 完全就是不想理台湾 对 他们应该放弃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 我觉得他们蛮大度的 到现在都还没有跟台湾选战 哦 这样说起来也对 因为我之前只是看到 日本人把珍珠放进拉面里面 我就真的受不了 但话说回来 他虽然那个 就是 嫦娥讲话的风格 很像二师兄的风格 不过他的那个图束 图片素材的风格 我觉得蛮好 就是看起来蛮好吃的 所以这图片素材 做得还蛮不错的 那应该是 应该是直接找商用素材吧 或者是他 嫦娥可能是直接画的 不知道 但说到这我就想到 直接画的吧 因为他那个 嫦娥的披肩 其实是大肠 对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图铺 想这样 可以去改这样 特别是AI画图 对 说到AI画图 我觉得现在 最近的AI绘图 也越来越猛了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 那个Mid Journey 然后Mid Journey的话 他最近好像也改版 改了蛮多版 所以我最近在社团上面 看的时候 哦 那个跟第一版比起来 更符合人类思考的 逻辑的感觉 你会觉得这个图 就是 很多就像是 人类店会画出来的 那个感觉 而且干净蛮多的 就是比我们 之前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他进步超多的 对 然后还有一些 哦 这是题外画啦 还有一些就是 专有名词 你现在打的时候 他可以去抓得到 比方说 最近我看到 有人在画皮卡丘 他真的会把皮卡丘画出来 而且画的 真的就是皮卡丘的样子 所以这代表说 AI的学习进步 还蛮快的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另外一个AI绘图 它叫 Doll E D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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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功能 它有一个叫做 Outpainting的新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超厉害 它真的超厉害 就是我们之前有在介绍说 做行销 或者做数位设计 就是会常常需要用到 去背这个软体 这个功能 但它在追求去背 这个时代里 它是反其道而行 它的AI厉害在于 它可以 你提供一张图 它就可以帮你把背景 配上AI觉得适合的背景 所以它反而是帮你填满背景的一个AI 我觉得这蛮厉害的 不过它的范例是用在一些名画上 就是它用名画当范例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照片 譬如说你可能 你自拍的时候 可能就只有那个角度 然后它就正好帮你把旁边都撥满 那就超棒的 哦 那就超棒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可怕的 因为我们现在变成 进入了一个 优图 还是没有真相的年代 而且更可疑 会怀疑人生是不是 嗯 就太真了 很可怕 但我觉得 嗯 也希望可以看得到越来越多 其他的测试啦 就是除了现在用那个名画的测试之外 如果说像Vis刚才讲的 照片也可以的话 那我觉得之后 这些字图真的会 蛮容易的 但另外一方面 真的是遗家乱争 但我 我另外在想到的是 有图还是照样会怀疑人生的 现在就已经蛮多的了 不用等以后 嗯 比方说我们上个礼拜的台风陆镜图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哈哈 你说那个很可怕的 那是什么 拓海之教吗 对 那个已经不是什么水沟盖跑法了 就是网路上面 社群上面的留言 不是就在讲说 其实台湾有秘密研发 黑科技是可以操纵西向吗 然后我有看到那个漫画 就是蔡英文直接在手机上面 然后用滑的方式 直接让台风转向 然后不小心 就是画得太刻意了 被发现了 就觉得 嗯 这样一讲好像 似乎和逻辑许多也蛮有道理的 而且你去看那个 就是气压的那个图啊 你会看到台湾 就是完全被排出在外面 这样 对 他真的就在圈外的感觉 而且更扯的是 他刚离开台湾之后 然后本来已经结构散掉了 然后又立刻 又加强 然后变成成台 对 超扯的 好啦 但是内政部这一片 那个台风警报 他比较 就是还是有follow到跟风的是 他改歌词 然后改的是茄子弹 就是金曲有得奖的乐团 茄子弹的那个歌曲 所以我觉得 他另外一方面厉害的地方是在 要说厉害也是厉害啦 就是大家虽然比较已经习惯了 但是改歌词这件事情 在社群上面还是可以引发固定的关注 那会有特定的声量跟互动 尤其是听过歌的人啊 或者是粉丝啊 就是歌迷 还是会觉得蛮亲切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你今天要唱一下是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 今天没有 明天就廉价了 今天不要拉耳朵 今天没有 下次下次下次 OK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 我们看到政府机关的公告文 常常比较多看到的是 一些像公版的素材 图片素材 那他就是只是说用 一个像公告的形式 公版的素材 然后只是内容换掉而已 可是内政部这一篇 比较棒的地方 是在于他有重新制作 那我觉得有花心思的话 也会比较有温度 所以他下面的互动才会比较多 就跟公版的还是有差 所以我觉得公部门社群还是 讲求快 公告要快的同时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花心思还是蛮蛮有互动 蛮有温度感的 那比起公部门需要靠这些 就是创意啊 或者是温度啦 来提升流量 另外一个我想到说 比较需要流量的 就是电商了 那说到电商就想起 前一阵子不是很经典的吗 就是台湾 大家都知道的电商 Alan Pro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然后那时候不是 就是声量做得很大 大家都在称吗 然后现在他自己拍新的影片 来自嘲自己 然后再称一波新的声量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Alan Pro 他自己的那个影片 在YouTube上面 他就是用自嘲的方式 然后来再称一波自己的声量啦 那我觉得这一支影片 给我的观感就跟之前 又不太一样 就是首先他一开始 就自己承认说 先前的广告投放有错误 然后就是很抱歉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抱歉 其实一方面也不是说 真的在跟大家道歉 或是觉得自己的广告投放错误 我觉得像他自己 在他的说明栏上面写的一样 他可能是觉得目标 目标不同 但是并不是说 他广告投放的方式有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一支新拍的影片 短短的 但是调性跟之前有反转 他就不再是用这种固定套路 然后是强推的方式 然后也暂且不说 他这一支影片真不真诚 但是的确是让他会 让人想要把他的话讲完 然后我听完之后 我确实有去找他原本YouTube的频道 然后看一下他说的那个连结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是还蛮成功的 那也就是说 用自嘲的方式 其实会 会是一个不错的行销效果 但是要 你是当事人本人才有办法自嘲这样子 嗯 就是知错能改 然后优自己一抹的话 其实这就是对于一个品牌危机来说 还蛮不错的 就这正式的他是有一个自行能力的人这样子 但我觉得 嗯 我觉得观点角度不一样啦 我也要特别说的就是 嗯 也许他不一定是错的 或者是Alan 他搞不好 自己也不觉得自己真的是 就是有什么自错能改这样子 但我觉得有一个网友说的我很同意 就是很多人后来冒出来说 电商很多是在诈骗 包含就是这些内容啊 或者是课程啊 或者是平台的推播等等之类的 但我觉得有个网友说的很好 他说这不叫诈骗 这叫知识变现 所以我觉得知识变现就听起来好多了 然后我觉得在社群行销上面也比较精准 就是的确是在做知识变现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也是做 不管是做电商或是做 做网路行销 社群行销 大家都在追求的一个很精准的 的方向这样子 那我觉得今天 这就跟你 你跟女朋友吵架的话 假设你有女朋友的话 就跟你女朋友吵架的话 不管你女朋友有没有错 或是你老婆有没有错 反正你就先道歉就对了 先道歉 对没有错 所以不管品牌有没有做错的事情 就先道歉就对了 大家的观感就会好 我觉得 VC说的在台湾真的是有用 就是在台湾真的是这样子 不管是什么品牌 然后做什么产业 在台湾大家就会觉得 我身段先放软 就比较安全 反正先放软就对了 然后大家的耳根子也比较软一点 没有错 好 最后我觉得 这一支 这一支这个案例啊 放在最后是 我觉得它太经典了 然后而且非常爆笑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案例 就是刚才我们说 Alan Pro 他其实也在推个人的品牌嘛 那这个也是在推个人品牌 他都推到极致的这个案例 就是我们在LinkedIn上面看到的一个案例 说到个人品牌 大家应该想到的就是去把自己的LinkedIn写得非常的有声有色 然后搞得好像 其实你只是一个便利商店的员工 然后把它写得好像你是CEO之类的感觉 对 对 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呢 这个人我觉得他超厉害 你可以看他的经历的时候 会发现 怎么这么多的logo都在上面啊 譬如说Amazon的啊 Facebook的啊 然后Apple Netflix Google全部都在上面 然后就想说 哇塞 而且他的 也太强了吧 对 而且他的直撑 好像都看起来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而且年资都超级长 十年起跳哦 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他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他的经历跟我好相 譬如说 他的FB的经历是 我是受众 Advertising Target 我是受众 然后大家其实都是广告受众嘛 然后他里面就写说 我成为早期被FB邀请使用的使用者 而且他是用EDU的email去注册的 然后像还有什么 他是Amazon的付费会员 对 这也很好笑 然后还有什么 他的订单的 订单的这个金额 从七年前到现在 已经成长了八倍 成长了百分之八 对 他的意思是他付出去的钱 对 对啊 像他下面还有一些 我觉得 哦 跟我有的品 像他说 从2002年 他就开始协助那个 Google Data Source的扩充 然后在下面讲说 他是搜寻他自己 他自己姓名 排名第一位 就是他自己 我就想这不是废话 可是这也蛮困难的 因为有的人就是菜市场名字啊 他可能都没有办法排第一位 所以可能真的要名字蛮特殊的吧 而且我觉得可以把自己写成这样子 除了脸皮厚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是蛮有行销人特质的 虽然说大家看这一篇 就是看得出来说 他就是出来恶高 然后让大家会行销 但我觉得行销人把话说好 真的蛮重要的 尤其是文案包装啊 只要包装的好 就像之前不是有人说 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广告 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 只有不会推的广告商 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就让我想到 最近不是那个阿唐贤舟又涨价了吗 然后就有媒体去访问阿唐贤舟店家嘛 然后结果老板娘就说涨价是逼不得已 因为现在的鱼温啊 都已经装了太阳能力 所以成本增加了这样子 然后就 舆论就炸锅了 后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提供这个 换一个说法的文案包装 我就觉得 有有中有中 他说你应该要跟顾客怎么讲 你应该要跟大众讲说 您在阿唐贤舟的每一笔消费 都是在支持鱼电共生和绿能发展 我听起来我就觉得心情很好 对 高大上 我都买几碗 我都买几碗 对 就觉得好像吃个粥 一下变成是在爱地球的一个行动 你知道吗 所以一下子他就帮这个产品附加了五行价值 我觉得这就是行销 这就是广告的一个精髓所在 然后而且毕竟世关环保嘛 谁干水 我问你谁干水 如果说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 您的每一笔消费 都是对一个家庭的什么支持之类的 其实就只是我的薪水 对 是 反正就是像这样子换一个讲法 但是你有一些巧思跟创意包装在里面 大家虽然会觉得在讲干话 但是一边看了干话 一边又会笑出来 我觉得就是行销人 广告人 就是有时候像我们做永旦工作嘛 然后做这一行 有时候就是发想出一两句 那个很精辟的广告词的时候 也会在心中觉得 很希望他可以扩展出去 然后很希望他可以影响到 生活当中的一些人 然后让大家会心一笑 我自己是这样子啦 而且这个人啊 他如果有办法把他自己毫无特色的东西都写成这样子 我觉得他也很有资格被录取了 对 如果是人资的话 我真的会把叫来面试 听听他到底还可以讲出什么 对 他脑袋有什么做的 对 至少当业务 我觉得可以准没有问题 对 你觉得跟他说明天来上班 没有错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案例就到这边结束咯 好 那最后也欢迎大家私讯我们的IG 我们的IG是在IG上面写 或者你搜寻行销躺着听 就可以找到我们 不管是疑难杂症 或者是投稿行销案例 工商合作 甚至想趁乱告白都OK 那你对节目有任何想法回馈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或者是First Story 留下五星评价之后再留言 这样我们就看得到了 自己讲都觉得不好意思 对 好啦 明天就周末 就是那个廉价的 祝大家中秋愉快 感谢各位各路的网路大神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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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